各位观众,大家好。 今天的新闻板块将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新鲜事。 首先,深夜GQ杂志的花絮照片曝光,让人们对销战工作室的活动充满了好奇。 接着,王一博最新的剧集预告不断释出,他的表演实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,而网络评论区更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心跳加速的新闻吧。 大半夜发GQ杂志拍摄的花絮照,肖战工作室真的是不让人睡了。 肖战工作室近日放出了肖战为GQ杂志拍摄的花絮照,照片中的他展现出了完美的身材线条,腿部修长有力,背肌线条分明,让人忍不住惊叹。 这样的美男子,在深夜放出如此诱人的照片,真是让人无法入眠啊。 作为X9少年团的一员,肖战DAYDAY一直以来都以清澈的少年形象受到大家的喜爱。 但这次,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,不仅颜值爆表,表现力也是极强。 在镜头前,他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帅到让人无法呼吸。 肖战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,仿佛是女娲炫技之作。 他的眼神深邃,笑容温暖,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。 这样的颜值和表现力,实在是太强了。 看着这些照片,仿佛就能走入肖战清澈的梦境之中,感受他那份独特的气质和魅力。 这样的美男子,真是让人顶不住啊。 肖战,你的帅气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帅醒了,我们深深地爱慕着你。 期待你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,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。 总之,肖战工作室放出的这组GQ杂志花絮照,不仅展现了肖战完美的身材和颜值, 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出色的表现力和多变的魅力。 这样的肖战,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。 王一博新剧片花放不停,演技提升好多,评论区的画风很有趣。 王一博的新剧长风破浪,这两天持续放出幕后花絮, 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这部剧的精彩。 王一博的个人拍摄花絮更是一天更新一两个,看得好过瘾, 让网友对这部剧的期待值拉满。 这次是王一博阔别电视剧多年后,再度回归的一部作品, 很多人通过接连不断放出的花絮中, 发现王一博的演技提升很多,很自然的表现, 同时对于角色的理解和把控越来越有自己的节奏。 剧中未若来这个角色,很有年代感, 作为一个金融职场的小白, 王一博抓住了人物的精髓所在, 把这个角色该有的懵懂到成熟的变化, 刻画得入目三分。 这部剧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三月底, 在央视八套黄金档上映, 每日更新两集, 王一博作为主演的作品, 这部剧的收视率很大程度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, 毕竟这是王一博的作品, 人气和热度目前看已经开始飙升, 基本是让不少人都关注到了。 目前这部剧放出的花絮中, 大部分都集中的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, 能文能武的一个小会计, 成长为金融大鳄的过程, 这种具有成长线的故事, 自然是吸引人的。 不过在花絮中,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在剧中还玩枪的镜头, 看完之后一个字感叹道, 耍帅孩的看王一博, 中分头, 西装革履, 细长的手指, 玩转手枪的动作, 咋就这么招人喜欢呢? 原本以为网友跟我们的想法一致, 结果是我们想多了, 人家说王一博顽强不过如此, 本人就已经帅到了, 这个对于王一博而言轻而易举, 运动少年, 做什么都是帅的, 不足为奇, 说的貌似很在理, 光看这张脸就已经可以了, 再配合动作, 随便移动, 都是帅到骨子里的。 好了, 在放出的花絮中, 还有一幕就是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, 在拍摄兽形的一段片花, 看到满身是血, 支离破碎的衣服, 导演和王一博在探讨细节, 对于角色的情绪的表达, 我们发现王一博很有自己的态度, 根据情景尝试各种的动作。 不过, 万万没想到, 网友居然关心的不是王一博受刑的过程, 而是集中在了衣服和裤子上, 整个评论区都被这股画风给带偏了, 试问一句, 你们的小心思要不要这么赤裸裸, 哎呀, 小肥妖都经不住这群摩托大军的脑洞, 留言区, 什么衣服撕得不够多, 应该再撕大一些, 自己脱掉才有效果, 工作人员干嘛捡衣服啊, 捡裤子才对。 甚至有人说, 这裤子是什么牌子的, 怎么可以这么结实, 撕不破的吗? 衬衫撕得不够力度, 露出腹肌才有看点。 我这下发现了, 人家不在乎拍摄的内容是什么, 在乎的是王一博的身子罢了, 这群摩托大军们, 能否控制一下你们的小心思, 别这么直白, 保持矜持点, 不能让王一博知道, 下次没得看了。 我是小肥妖,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需的, 好作品就需要多多安利一下, 王一博的演技提升不少, 各位画风请保持淡定, 孩子要面子的, 看他现在的穿着, 跟我们可见外了呢? 题外话, 这部剧对于王一博而言是很重要的, 都知道他的作品热度高, 有不少人说王一博显然已经完成飞升, 回过头来拍电视剧有点看不懂, 说一下, 王一博不会局限于一面,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, 他是演员, 各种的尝试, 拓宽的是细路, 提升的是演技。 目前王一博还在拍摄人鱼, 后续还会继续拍摄电影作品, 小肥妖感谢各位的一路支持, 分享王一博的好消息, 让我们一路开开心心走花路。 王一博的新剧片花持续放送, 他的表演技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 观众们在评论区纷纷表示对, 他的演技印象深刻, 并且赞赏他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。 他所展现出的角色形象更加生动立体, 让人感受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成长和进步。 此外,评论区的画风也十分有趣, 有些评论幽默风趣, 有些评论则深入剧情, 展现出了观众们的热情和创意。 这种丰富多样的评论风格为剧集增添了 不少趣味和亮点, 也反映了观众们对王一博和他参与的作品的热爱和关注程度。 可以看出, 王一博凭借着出色的表演和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形象, 逐渐在演艺圈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关注。 期待他在未来能够继续展现出更多的才华, 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。